1.1 封玟 hi 大家好!我是非正規實習SENUNI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洛克人系列的弗魯迪 弗魯迪他第一次是在洛克人系中登場 他是威力博士以洛克人為基底 開發出來的特殊型號的機器人 但是他具有異常強烈的自我意識 對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他最大的目的就只有一個 就是超越洛克人成為最強的機器人 他待在威力博士身邊 也只是想要利用威力博士來強化自己 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 他也可以背叛威力博士 為了讓自己變強 他也可以宣稱自己跟洛克人是同一陣營 假裝加入他們 再偷取設計圖來改造自己 雖然他看起來跟洛克人是敵對的 但他也有跟洛克人並肩作戰搭倒敵人的時候 而在其他系列作中 佛武敵也和洛克人一樣 可以獲得其他人的能力 而他也像洛克人擁有萊姬一樣 他擁有一隻狼型機器人夥伴 大家可以在這次的活動BOSS關中看到他的身體 威力博士甚至曾經用偷來的超級洛克人的設計圖 把佛魯迪跟狼型機器人合體變成超級佛魯迪 以上就是這次對佛魯迪的簡單介紹 希望大家對他能有更多的了解 以上就是這次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但是我們會不會 attent 把